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 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 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是持药豢养的金丝雀 但我很不乖 卷了他的钱跑了 两年后 我们意外重逢 他似笑非笑 许小姐可真是一个人才 身兼数职 出租女伴 陪酒女郎 公司职员 赚钱嘛 不寒沉 于是我点头哈腰 装傻冲愣 又借机跑了 没想到持药居然找上门来 逼我旅行合同 继续待在他身边 不然就报警抓我 天哪 这个霸总真难搞 今天是我入职的第三天 遇上了公司的周年庆晚会 这样的晚会 对我来说挺无聊的 我关心的只有钱 我低头算着这个月的家用 妈妈的医药费 妹妹的生活费 完全没注意身边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直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一抬头 直愣愣地看着台上的持药 回想着刚刚主持人是怎样介绍的 对 他说的是有请池总讲话 我不敢相信 我竟应聘到了持药的公司上班 怪就只能怪公司薪资高 价期多 所以我并没多了解公司的发展史 和老总是谁 便投了简历 然后幸运地入职了 我的脑袋嗡嗡直响 至于持药讲话说了些什么 我都没听进去 直到同事周瑶用手推了推我 周瑶满是羡慕地说道 发什么愣 抽中你了 你得一等奖了 还不快点上去领奖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我在大家艳羡的目光中 硬着头皮走上了台 持药平静地看着我 嘴角含着笑 神情自然地仿佛早就不认识了我 我从持药手里接过了礼品 正准备下台时 主持人却突然说到 今天被抽到一等奖的同事特别幸运 能和持总跳第一支舞 舞池中央 托持药的福 我也顺带成了这次晚会上的焦点 我一直微低着头 不敢看向持药的眼睛 我许久没跳过舞了 甚至舞步有些忘记了 一紧张 竟踩着持药的脚了 对不起 持总 我忙不迭地道歉 持药的声音 在我头顶处响起 我和许小姐是不是认识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 我心里一惊 后背已经出汗了 可我还是故作镇静地说着 持总说笑了 您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和我认识 持药突然吃笑一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许小姐身上的这条礼裙 是我埋给你的 犹如五雷轰顶 我待在了原地 我的头发埋得更低了 我知道持药症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可我却没一点勇气看向她 许小姐可真是一个人才 身兼数职 出租女伴 陪酒女郎 公司职员 我紧敏着唇不说话 好在这个时候 音乐非常配合地停止了 这晚 我落荒而逃 我想过辞职 可是 这份工作薪资高 而且现在离职 需要赔付违约金 过两天 妈妈又要去化疗了 想到这儿 我立刻收回了 想要辞职的心 第二天去上班 公司的同事 还在意犹未尽地 讨论着昨天晚会的事 小许 你昨晚的运气可真好 不仅中了一等奖 还和池总一起跳了舞 和池总跳舞的感觉怎么样 我假笑着应付着大家的八卦之心 没多久 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 我接起了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竟传来的 竟是吃药的声音 今天晚上陪我去吃饭 依旧熟悉的命令的口吻 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 可还是洋装淡定地说着 不好意思 池总 下班后是我的私人时间 只要倾笑一声 我记得我付了许小姐十万 租了你半年的时间 可你却只在我身边待了四个月的时间 便自作主张地离开了 若是许小姐不愿意履行合同 我不介意报警走法律程序解决这件事 我第一次见到持药时 我还在读大四 父亲过早地离世 母亲独自一人抚养我和妹妹 没日没夜的工作 母亲被查出肺癌那天 天空下着倾盆大雨 为了凑足手术费 我不得不向生活低了头 我在网上一番搜索后 找到了一个所谓的公关公司 华姐上下仔细打探了我一番 然后对我平头论足道 模样不错 身材不错 学历也好 只是穿着太老土了些 我咬了咬牙 下定了决心地说道 华姐 其实我也有很性感的衣服 我都可以穿的 华姐笑得意味深长 我的傻妹妹 以你的条件 姐给你找的男伴 都是高质量的男性 他们最喜欢的 就是你这种又漂亮 又高学历的清纯小茉莉 三天以后 我见到了华姐口中的 那个高质量男人 吃药 虽然我有些紧张 但心里还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眼前的男人年轻帅气 可见华姐对我还真是不错 没把我介绍给 大富贤贤的秃头男人 而持药牟里的光闪了闪 我心里暗想着 华姐果然厉害 池先生 你好 我叫许倩 我有些拘谨地自我介绍着 可持药只是简单地说道 希望你能尽快进入角色 我不清楚 持药是做什么工作的 可他那辆黑色的轿车告诉我 持药身价不菲 和持药在一起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陪他去见一个他的爱慕者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提前上网做了功课 怎样不动声色击败情敌 可是最后我的这些攻略 却全都没用上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何盈 她见到我之后 满脸的震惊 我乖巧地站在持药身边 亲密地挽着持药的手 我还没说话 何盈倒是哆嗦着嘴唇 先叫了一声 阿药哥 持药淡淡地开口 这是我女朋友 许倩 在说到我名字时 持药的声音柔和了几分 何盈正正地看着我 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她是红着眼睛离开的 我也非常时时悟地 松开了挽着持药的手 原本以为我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可持药却破天荒地说着 坐下吃饭 整个过程 我都有些拘谨 在持药放下刀叉时 一直安静吃饭的她终于说话了 周五晚上陪我参加一个舞会 不是询问 而是告知 好的 持先生 会跳舞吗 我点点头 我在化解的公关公司 培训了三天 交际舞是重点 现在去买礼裙 持药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持药带我去了高车店 她应该是这里的常客了 店员一见到她 就立刻热情地迎了过来 持药对着店员说道 替这位小姐选一条礼裙 很快 店员拿来了一条黑色墨胸裙 我拿着裙子 再三犹豫后问道 持先生 这条裙子会算在我的工资里面吗 我的合同里可没说明这些 持药探究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可随后她却笑了 许小姐 你可真有趣 陪持药参加酒会 我只需要做一个花瓶 一态大方地绽放美丽 保持微笑就行 我跟在她的身旁 看着她和别人交际商谈 然后一杯接着一杯喝着红酒 我在心里暗想着 持药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舞会开始时 持药已经微醺了 我们挨得很近 第一次和男人有这样亲密的接触 让我有些不自然 我能闻到她身上香醇的红酒味 她宽大的手掌 搂着我的腰 我感受着来自她掌心的滚烫 一支舞弊时 持药整个身体 几乎都靠在我身上了 我确定 她已经醉了 可偏偏今天晚上 她的司机家里突然有事 司机送我们来了之后 便她向持药请了假 先行离开了 舞会上的人 谁是她真正的伙伴 我实在拎不清 该把持药送到哪里去 让我犯了难 无奈之下 我给华姐打了电话 华姐笑了 从来都是你们的资料 送给客人挑选 而对于客人的私人信息 我们并不知道 华姐暗示着我 傻妹妹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别错过了 我带着持药去了酒店 你好 请问您是办理一间房 还是两间房 前台小姐带着 标志性的笑容问道 我将持药扶到了房间 我只定了一个房间 原因只是因为 两间房太贵了 我没想着要离开 毕竟持药是我的老板 况且她今晚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害怕我也会有责任 醉酒后的持药 喃喃自语着头痛 为了当好 一个合格的员工 我替她按了许久的头 然后等她成功入睡后 我才在旁边的沙发上睡下了 第二天清早 准确地来说 我是被持药给看醒的 她站在沙发旁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的眼神 有着我不懂的情绪 我有些尴尬地 抿了抿唇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对于昨天的事 她没有问一个字 我心里有些郁闷 我在乎的是 这间房间的房费 这都够我好几天的生活费了 走吧 迟药到 她的话似乎一直很少 她带我去吃了早餐 最后说要送我回家 我却慌了 我并不想让她知道 我住在哪里 不用了 我家不远 我坐地铁就回去了 我婉拒着 可池药似乎并不在意 我说了什么 又是简单的两个字 地址 最终 我说了一个小区名字 这个小区是我室友梁威 在外租的房子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小区门口 麻烦你了 池先生 你准备一下 下个周五陪我出差 周末回来 我下车后 池药并没立刻离开 好在梁威和我关系要好 给了我大门的门禁卡 我成功地进了小区 没在池药面前露线 不过我一进去 却遇到了梁威 我在心里祈祷梁威 什么都没看见 可是天不遂人愿 梁威惊讶地看着我问道 许倩 那车子里面低人是谁呀 这车怕是要好几百万吧 我搪塞着梁威 是吗 我不知道 可梁威却穷追不舍地问道 许倩 车里的人是男人吧 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若真是男朋友 还不至于让我这样窘迫 我急忙否认着 不是 是 我打工店的老板 他只是顺路送我过来 梁威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那他挺好的 对了 你来我这儿是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胡周着 你搬出来住我们 好久没一起吃早饭了 我有些想念街口的牛肉面了 就想过来找你一起去吃早饭 梁威笑笑道 你一说 我还真是想马上吃上两口 走 今天我请你 一星期后 我跟着持药 坐上了去进北市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起飞四十分钟后 突然开始剧烈颠簸 空姐在广播里安抚着大家 可当一个颠簸再次袭来时 我害怕地伸手一抓 没成想 竟紧紧地抓住了持药的手 然而意外的是 持药并没将我的手拿开 直到飞机再次平稳下来 我的情绪也终于平复下来 我这才注意到 我的手一直抓着的是持药的手 我有些尴尬 也有些害怕 对不起 持先生 他的手被我狠狠地抓红了 持药顿了半秒 竟对我打去道 许小姐的劲可不小 许小姐这把我抓伤了 医药费是不是得从你的工资里扣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持药 资本家果然是吃血的 到了进北市后已经是下午了 没想到持药还专门安排了造型师 替我化妆做造型 我心里有些好奇 今天晚上这个饭局 怕是和往常的不一样 应该很重要 晚上 持药带我去了一个私人会所 在包厢里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林淼 林淼是我的大学同学 在大家眼里 她又漂亮又有钱 身上背着的 穿着的都是奢侈品 班上的男生对她是又喜欢 却又自卑不敢去追求 可相比我的震惊 她显然更慌乱 此时的她 穿着暴露的衣服 依偎在一个长相油腻的男人身边 男人看着有四十的年纪了 她肥腻的大手 更是肆无忌惮在林淼身上游走着 林淼苦苦经营的形象 此刻完全崩塌 她下意识地反应 躲开了男人的手 男人似乎本就心情不太好 见林淼在众人面前 如此不给她面子 竟反手给了林淼一个耳光 声音响彻包间 男人是持药这次的合作伙伴 别人都叫她一生吴总 这时的林淼 已经在卫生间整理好了自己 再次笑叶如烟地坐在了吴总身边 男人们在酒桌上喝酒谈着合作 而也是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了持药队伍 和其他男人对身边带着的女人的态度 有所不同 一向高高在上的林淼 此刻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吴总 另一个张总身边的女人 她在接到张总的眼神暗示后 开始一杯接一杯地 给桌上的每一个男人敬着酒 而我不仅能安心地吃着饭 而且时不时持药 还会加上一块菜放进我的碗里 陪酒这种事更是从来没出现过 林淼看向我的眼神 也从慌乱变成了极度 而此时的我也察觉到了另一件事 吴总略带猥亵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 果然 在饭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吴总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吴总看向持药 不怀好意地说道 许小姐的性子还挺安静的 我都没怎么听到她说话 不如一会吃完饭请许小姐去我房间里聊聊天怎么样 我吓得全身僵硬 整个人冒着冷汗 可在场的人却没太大的反应 显然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是常见的了 我惊恐地看着持药 她面色平静 我根本看不出她此刻心里的想法 我突然想到她今日还替我专门请了造型师化妆打扮 我的心更是凉了半截 坚持要不说话 吴总又补充道 淼淼 你今晚好好陪陪持总 林淼一脸惊喜 持药年轻帅气 若是真能傍上持药 林淼就能彻底甩脱了吴总 我僵硬着手 哆哆嗦嗦地扯上了持药的衣袖 声音抖得厉害 持 持先生 持药的手覆盖住了我的手 随后将我的手从他的衣袖拉了下来 此刻的我已经无助地红了眼眶 然而下一秒 持药却反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冷漠地看着吴总道 吴总今晚喝多了吧 吴总震了一下 大概是没想到持药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拒绝他 吴总不高兴地威胁着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的心提在了嗓子眼 害怕下一秒持药会反悔了 于是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持药感受到了我的用力 他微微侧目看向我 随后冷哼了一声嘲讽着 吴总这座生意靠女人的本事我今日也算是见识到了 持药带我离开的时候 包厢里还传来吴总暴躁的骂声 接着持药拨通了一个电话 冷冷地说着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答应和吴峰合作 可他太自不量力了 我跟着持药上了车 我一直低着头 车里安静地有些诡异 吓到呢 持药突然开口道 我点点头 心有余悸地说着 我以为你 你会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虽然我的话没说完 但持药还是知道我话里的意思 你今天专程请了人给我打扮 我的语气带着些委屈 我仿佛听到了持药轻轻地叹息声 我以为你会高兴了 你不是不会化妆做造型吗 我愣住了 我上一次陪持药去参加舞会的时候 在持药单独去和别人应酬的时候 有两个千金大小街 突然对我冷嘲热讽 对我的妆容造型进行攻击 意思是我不配站在持药身边 我想大概他俩是持药的爱慕者吧 只是没想到 他们的话竟然都被持药听见了 还被他记在了心里 我有些羞愧难当 没想到我竟误会了持药的一片好心 或许在我潜意识里 他这样的有钱人花钱租女伴的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这一次 我改变了对持药的看法 对不起 持先生 是我误会你了 那晚为什么睡沙发 持药突然问到了那天的事 我皱了皱眉 不睡沙发睡哪里 他难道认为 我会和他睡一张床上 只有一张床 持药顿了一下接着问道 你替我按了很久的头 他怎会无缘无故问起那晚的事 他问的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都是小事 我更在乎的是那晚的防废 不过持药的这番态度 却让我察觉到一件事 他之所以对我的态度有所不同 会不会是因为那晚我没有趁机 爬上他的床 反而只是单纯地照顾了他 让他很感动了 其实我的初衷只是因为 他是我的老板 我怕我走了 最久的他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会负责任 所以这才照顾了他 可现在 我却决定对他隐瞒 我的这种想法 今天饭桌上发生的事 让我后怕 我必须为自己打算 我做着一脸坦然的表情 真诚地说道 因为你不舒服 我不放心 所以替你按了头 我怕你半夜有什么事需要人照顾 所以我才留在房间里 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舍不得再开一间房 所以才将就在沙发上睡的 我心里却暗暗窃喜着 虽然他这样说 可我还是猜到了 原来像迟药这样的有钱人 其实内心都是寂寞孤独的 渴望被人真心地对待和爱 过了几秒 迟药说道 今晚因为你 我不仅生意没谈好 而且连晚饭也没吃好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请我吃晚饭 我忙不迭地说着 当然得请迟先生你吃饭了 我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我在手机上搜索了一番 最后带着迟药来到了一家麻辣烫店 迟药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我却心虚地说着 我在网上看了 这家店是近北市的特色店 好评如潮 迟药没说什么就坐下来了 可是我后来却发现 迟药并没吃多少 迟先生 这不合你胃口吗 我有胃病 不能吃辣 我一下呆住了 他竟然不能吃辣 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答应着来吃这个 你喜欢吃辣 迟药问道 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味道怎么样 我继续点了点头 迟药突然笑了 你喜欢就好 轰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 突然在我心间开了花 周一的时候 我在学校碰到了林苗 他依旧是光鲜亮丽的模样 他的目光很快从我身上掠过 没有半秒停留 仿佛周末那个晚上 我们从未见过一样 我和他心照不宣地 对那晚的是失忆了 可是在周三的时候 学校的网页上 却突然传出我被人包养的帖子来 我气急败坏地找到了林苗 你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帖子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质问着他 林苗不紧不慢地说着 我比你更不想让人知道那晚的事 我爆料出来让你记恨我 对我有什么好处 林苗的反问让我愣住了 你应该想想 这件事你身边还有谁知道 我颤抖着双手 还有谁知道 除了梁薇 没人见过我和池耀在一起过 我找到梁薇时 他很镇定 甚至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 反倒是爽快地承认了 对 是我做的 那又怎样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梁薇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我想不到什么理由 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为什么 梁薇的表情变得有些猙獰 我哪里比不上你了 为什么我对顾晨再好 可他眼里却只有你 我惊住了 我从来不知道 梁薇喜欢的人竟然是顾晨 况且 我从没答应过顾晨 我更是一直和顾晨保持着距离 许倩 网上的那些事是真的吗 顾晨突然出现在了 我和梁薇的身后 梁薇抢着说道 我亲眼看见 许倩从一辆价值百万的车里下来 上面坐着一个男人 我没有说一句谎话 顾晨情绪激动地说道 许倩 我要听你的回答 我长呼了一口气道 那是我的老板 对了 梁薇喜欢你 我也没撒谎 只要确实是我的老板 不过我这指向性很强的回答 也成功地让顾晨认为 梁薇因为喜欢她 所以才故意抹黑我 至于他们之间 后来说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了 中午的时候 我接到了持药的电话 说是晚上让司机来接我 可我到达餐厅的时候 我有些意外 因为今天好像不是应酬 桌旁甚至整个餐厅 只有持药一个人 我很识趣 不会问太多的问题 只是安静地陪着持药吃饭 持药突然说道 今天是我生日 我一愣 随后指了纸桌上的红酒道 我想喝点红酒 知道我不会喝酒 持药从不强迫我喝酒 每次应酬吃饭 从来都是她喝酒 我喝饮料 这次持药点点头 让服务员也给我倒了一杯酒 我端起酒杯 抿了抿唇道 池先生 生日快乐 这酒的味道 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难喝 甚至让我觉得有些香醇 又或许是因为 此刻我的心情有些美好 池先生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也没给你准备礼物 谁知持药却说道 没关系 下次见面时你可以把礼物补给我 我想我笑得一定很尴尬 那个 好 吃完饭陪我去看电影 好 到了电影院 持药却让我决定想看什么 最后我选择了一部科幻片 观影的过程中 我突然肩膀一沉 我扭头一看 竟然是持药睡着了 想想也是 他的工作似乎很忙 每次吃饭的时候 电话都是接个不停 电影放完的时候 他还没醒 等到大家都离场了 只剩我们俩时 我才轻轻推了推他 持先生 持药睁开眼看了看我 我突然发现 他的耳垂有些泛红 可他却故作镇定地说着 走吧 他这个模样 竟然有些可爱 回到家后 我开始想着 他的生日礼物 我应该送什么 太贵重的我舍不得 可太便宜地 估计持药看不上 况且 他说的下次见面 指不定就是过两日 他的应酬可不少 我得抓紧时间了 我绞尽脑汁 最后决定 利用自己唯一擅长的绘画 给持药画一幅画 那天见面 我给司机张叔打了电话后 就在路边等着他来接我 可我没想到的是 最后开车来接我的人 竟然是持药 他甚至还下车 替我拉开了车门 他用手为我遮挡车门顶的时候 我竟有一瞬间的恍惚 仿佛我真是他女朋友一般 上车后 我还没开口 持药竟先开口 向我讨要礼物 我有些紧张地 把那幅表好的画 递给了持药 我猜持药一定在想 哪个名家会画这样的画 我小声地说着 这幅画 是我画的 为什么画这个 那是一幅冬日的雪景图 我解释着 我查了一下 你出生的那日 十几年没下雪的青南市下雪了 我能看到持药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动容 他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画 笑着对我说 谢谢 我很喜欢 他的笑 仿佛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阳光 我和持药之间的关系 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他很少再带我去应酬 每次叫我出来前 总会先询问我的时间 然后再订餐厅 而且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局 我心里暗暗把这称为约会 今天迟要带我出来吃饭 我从卫生间出来时 在走廊上碰到了顾晨 我已经有些时日没见到顾晨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开始了实习 他这期间有约过我 可我都拒绝了 我每年都申请助学金 我家庭条件不好 在班里是众所周知的事 此时我却衣着光艳地 出现在颇有格调的餐厅里 立刻引起了顾晨的怀疑 许倩 你是来这里吃饭的吗 顾晨明知顾问着 我不想和顾晨有过多的纠缠 我害怕被持药看见 可是害怕被持药看见的原因 不知道是因为我签了合同 在这半年里作为他的女伴 我不能和其他男人有纠缠 还是我内心 其实担心 只要误会我和顾晨之间的关系 我朋友在等我 我着急地想要离开 可顾晨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拦住了我的去路 你放开我 我低声怒吼着 害怕惊扰了他人 我不放 许倩 难道真像梁薇说的那样 你给别人做情人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顾晨痛心疾首地说着 我不想与顾晨解释 我用力想要挣脱他的手 正在这时 我的身后 响起了持药清冷的声音 放手 持药三两步走到了我的身边 他冷冰冰地说道 这位先生 你这样抓着我女朋友的手 怕是不合适 女朋友三个字 瞬间让顾晨正住了 她的手微微地松开了 我还没来得及抽出手 持药倒是抢先一步 牵住了我的手 将我从顾晨的禁锢中解救出来 我和我女朋友的约会 不想被别人打扰 说完 持药牵着我 静止回到了包厢 回到包厢的我 手上仿佛还残留着 持药掌心的余热 女朋友这个身份 岂止让顾晨震惊 更是让我乱了心神 可是持药却再没提及 这个话题 我看着他欲言又止 今天的菜不合胃口 持药看着我问道 没 没有 那怎么不吃 没 我再吃 我搪塞着 怎么 你喜欢刚刚那个男人 持药突然问道 我差点被喝进去的水给呛到 我连连白手否认着 我不喜欢他 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仿佛在持药的脸上看到了一闪而过满意的笑容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我朋友订婚 我来接你参加 我有些吃惊 虽然持药带我见去过很多场面 可那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 他现在主动带我去见他的朋友 而且还是他朋友的订婚仪式 不过让我更加紧张的是 他会如何介绍我 持药带我出现在周家燕的订婚仪式上 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也成为了焦点 周家燕挑了挑眉 一直盯着我道 阿药 不介绍介绍 这位美丽的小姐是谁 人群中 我又看见了何盈 她不甘又极度地瞪着我 我女朋友 许倩 持药自然又大方地说着 知道是因为有何盈在 持药才会这样说 可我的心里 还是莫名地有些紧张 又有些甜蜜 周家燕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对持药道 阿药 可要好好对别人 周家燕和她未婚妻的 订婚仪式办得很梦幻 我猜想 应该是她的未婚妻 喜欢这样粉色的公主风 持药突然低头在我耳边 巧声问道 看得这么认真 我轻笑着回答着 很浪漫 你喜欢这种 然而 我却摇摇头 从小生活的艰辛 让我不抱着有公主的梦 我要的是顽强的生活 积极向上的生命力 持药来了兴趣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吞了吞口水 我喜欢绿色 持药眼角抽了抽到 绿色 结婚用绿色 嗯 别出一格 你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吗 持药继续问道 我的心陡然一跳 我抬眸看向持药 他眼里含笑看着我 目光温柔 这自然的态度 仿佛一对情侣 正顺其自然地商谈着婚事 我脸一红到 没想过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喜欢的人吗 我看着持药的脸 内心突然波涛汹涌 指尖微微颤抖着 我的声音细小得连自己 都快听不清了 我 我 不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四周起哄的声音给打断了 大家看着台上的男女主角 大声地叫着 亲一个 亲一个 我和持药的视线 也转移到了台上 只是 持药的这个问题 在我心里久久不肯散去 席间 有人想要给我敬酒 可都被持药给挡下了 徐小姐不会喝 爱要你帮着喝也是一样的 好 持药大放地 甚至有些享受着 替我喝了一杯又一杯 而桌上另一个拼命喝酒的人 则是何盈 我心想 借酒消愁 大概就是形容何盈这样的 在聚会快要结束时 何盈成功地喝醉了 她跌跌撞撞地起身 用手指着我 即使她已经醉酒了 可她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用着最尖酸刻薄的语气说道 你别以为阿药哥 是真的喜欢你 你不过是夏姐姐的替身 要不是你这张 和夏姐姐长得很相似的脸 你以为阿药哥会看上你吗 你别自不量力了 持药的脸阴沉得可怕 眼眸冷却地看着何盈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 我终于明白了 为何何盈第一次见到我时会那样震惊 也知道了刚刚为何周家燕会一直盯着我 更想通了为什么我不会喝酒 不会应酬 可持药还是会选择我当她的女伴 原来只是因为我长了一张像她前女友的脸 何盈喝醉了就回去休息 持药力声道 阿药哥 何盈哭哭啼啼的 还想再说什么 不过却被周家燕安排的人给带到了一边 小插曲 没事没事 接下来还有活动 周家燕笑着说着 可是持药似乎没了心情 我意识如此 我和持药离开的时候 一路上她都沉默着 她没有义务向我解释什么 我更没有那个权利向她询问什么 一连几天 持药都没有再找我 这几日 我过得浑浑噩噩 更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我上网做了一个调查表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我喜欢上了持药 桌上的手机通物地震动起来 我低头一看 屏幕上赫然跳动着持药的名字 喂 我想我的声音一定干哑得很难听 生病呢 持药没说什么事 反而是先关心着我 持先生 有什么事吗 我故意忽略着持药的关心 今晚有个应酬 持药的语气里 却带着几分询问的意思 从未拒绝过持药的我 此刻却鼓足了勇气说道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今晚能不能不来 我不确定持药是否会同意我的请求 可没想到他犹豫了几秒后 开口道 好 我不愿意去陪持药 一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二是我这几日在酒吧兼职卖酒 然而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在酒吧遇到了持药 我推着一箱酒进到了包厢里 包厢里的灯光昏暗 笑声 说话声充斥着整个房间 哎呀 你在看什么 一个男生飘进了我的耳里 持药的脸在昏暗的视线里 有些模糊不清 可是那冰冷的目光 让我浑身站立着 我硬着头皮给沙发上的男人们倒酒 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突然调戏着我 美女 你陪我把这一瓶酒喝了 我在找你要一箱酒怎么样 虽然我没有再看向持药 可我知道 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抿了抿唇 卖出去一瓶酒我可以得不少回扣 母亲的病进展了 下一步的治疗费用可不少 我咬了咬牙 心一横 直接抓起桌上的酒开始喝 苦涩蜡喉的味道 让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强行喝了一半之后 终于忍不住吐了出来 男人哄堂大笑 这吐了可不算 必须再重新喝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持药却突然起身 夺走了我手里的酒瓶 不由分说地将我拉了出去 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为什么在这里 持药阴沉着脸问道 挣钱 我严谨一概地回答着 挣钱 持药的嘴角带着一抹嘲笑 看来是我给许小姐的钱少了 许小姐不妨说说 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 持药的话刺痛了我 同时也让我更加清楚了 自己和他之间的差异 喜欢上他注定是飞蛾扑火 我停止了腰杆 直视着持药的眼睛 洋装有底气地说着 持先生 我有人生自由 我并没有卖给你 持药的表情瞬间有些震怒 他死死地盯着我 然而让我意外的是 两秒之后 他竟拂袖而去 留下了我一个人 第二天 我找到了华姐 不管她怎样问我都不肯 再继续这份工作了 随后我任性地换了手机卡 持药也彻底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 可没想到 两个月后 我竟再次和持药遇到 自从中午接到持药的电话后 一整天上班的时间 我都浑浑噩噩 下班后 我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等大家都走后 我才鬼鬼祟祟地去到了停车场 我四下观察了一番 确认周围没人后 这才偷偷摸摸地上了持药的车 持药皱着眉头 透过后视镜看着我 然后不悦地说道 坐到前面来 我是你的司机吗 我别了别嘴 不情不愿地打开车门下车 然后再次上车 坐到了前排 持药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间道 许小姐 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持先生可以从支付我的钱里扣 持药冷哼了一声 许小姐这算盘打得可真好 扣你的钱 三两下扣完了 你是不是就不用赔我呢 我咽了咽口水 倔强地没有说话 持药启动车子 随后说道 以后每迟到一分钟 许小姐当我女伴的时间 就增加一天 凭什么 我着急了 这是什么霸王条款 可持药不紧不慢地说着 就凭你私自毁约 我可以告你 走法律程序的 我顿时掩齐息鼓了 原本以为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晚餐 没想到却是持药朋友的生日宴 我一身简单朴素的衣服 与在场的人有些格格不入 我皱了皱眉 就算持药不在乎我的脸面 她怎么连自己的面子也不看重呢 在宴会上 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其中一个人便是何盈 本来谈笑风生的何盈 再见到我的那一刻 突然变了脸色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我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 不过脸上还是挂着得体的笑容 毕竟我现在被持药给拿捏着 在场的人看见我都有些意外 我心里猜想着他们 也许酒没看到我了 大概以为我被持药给分配到冷宫了 一个男人端着酒杯 过来给持药敬酒 让我震惊的是 持药竟然说自己今天不舒服 不能喝酒 随后看了我一眼 我想 这应该是持药对我的惩罚 谁让我不履行好合同 私自毁约逃走了 于是我硬着头皮说道 先生 我替阿药陪你喝 谁知道第二杯酒 第三杯酒 第四杯酒 接踵而至 我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合影 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我心里顿时明白了 这是何应故意找人来对付我的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 我甚至连自己几时喝醉的 怎样离开的全然不知 第二天清早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我吓得尖叫了一声 低头掀开被子一看 身上的衣服不是自己的 宽宽松松的款式 显然这是男人的衣服 我的尖叫声引起了外面人的注意 有人敲门说道 醒了就出来 这熟悉的声音是 持药 我顾不上穿鞋 立刻冲了出去 持药已经穿戴整齐了 正悠闲地坐在餐桌前喝着咖啡 我语无伦次地问道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的衣服 你 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可持药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着 你的手机有密码 我联系不到你家里人 况且也没人找你 我的衣服 你 我支支吾吾地接着问道 持药终于抬眸瞥了我一眼道 你土脏了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是高定款 你余下的工资 都不够赔偿我的衣服 我怒了 口不择言地说着 现在是你骚扰我 脱了我的衣服 我可以报警抓你 是你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持药笑了 他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你的衣服是我家阿姨换的 已经洗好烘干了 我瞬间将在了原地 好一会 我才缓和过来 带着谄媚的笑 持总 我帮你把昨天的衣服洗了吧 衣服已经毁了 我算了一下 你多做一个月的出租女伴 来赔偿我的衣服 我低着头 倔强地不说话 以沉默来表示 我对她这种压榨行为的不满 许小姐 你要吃早饭吗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上班快要迟到了 这可是要扣工资的 最终 我没有吃早饭 带着一肚子的怨气 离开了迟药的家 大概是昨晚喝多了 今天一上午 我的状态都不佳 头更是还有些疼痛 临到快下班的时候 迟药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部门 上到经理 下到职员 各个都对迟药的到来 表示震惊欢迎 几个年轻的女职员 更是眉目含笑 对着迟药暗送秋波 然而 迟药却静止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低着头 假装不看她 不过 她低唇的嗓音 却在我头顶处响起来 许小姐 我心里一惊 她这是又要做什么 我抬起头 果不其然 大家的目光 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 她的笑带着一些狡诈之意 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她从裤兜里 拿出了一只耳环 递到了我的面前 笑着说道 许小姐 昨天晚上 你的耳环落在我的床上了 迟药潇洒地离开了我们的部门 不过 我们的部门 却已经炸开了锅 大家围着我 七嘴八舌地问着 有羡慕 有嫉妒 更有人 已经开始恭维巴结我了 小许呀 你和池总 是什么关系呀 你们在谈恋爱吗 许倩 你是不是上次和池总 跳了一支舞 就被池总看上呢 还叫什么小许 倩姐 以后你可要多关照我们 池药她一定是故意的 我敢肯定 这一天 我都被办公室里的人 给包围着 给我买下午茶 帮我倒水 可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却实在让我难以消受 临近下班的时候 池药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部门 大家都很有默契地看着她 直接走到了我的办公桌前 我来接你下班 池药的语气 轻松大方地 仿佛她就是我男朋友一般 我硬着头皮在大家的注视中 跟着池药一起离开了 一进停车库 我立刻和她拉开了距离 我带着些质问的口气问道 你想怎么样 接你去吃饭 池药面色自然地说着 我霹雳啪啦地说着 为什么要在大家面前说 我的耳环掉在你的床上了 池药装着一脸无辜的表情说道 难道不是 你的耳环确实掉在我的床上了 池药就是只老狐狸 在她的面前 我只有甘拜下风 我不情不愿地上了池药的车 我故意扭头看着窗外 不看她更不和她说话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路上有些堵车 车子缓慢地行驶着 昨晚为什么喝那么多酒 池药突然开口问着 我拧了拧眉 转头看向她 不打反问着 不是你让我喝的吗 我什么时候让你喝呢 池药更是诧异地回答着 你说你不喝酒 然后又看着我 这不就是暗示我让我喝吗 我情绪有些激动地说着 池药一副看笨蛋的表情看着我 我什么时候让你喝过酒 徐小姐 两个月不见 你这头脑不太聪明了 我看向你 是暗示你替我打发走那个人 我 那既然你不想我喝酒 那为什么后来不阻止我 我仗红着脸 不甘示弱地回问着 我瞧着徐小姐一副豪爽的模样 我以为徐小姐 你这是想喝酒 池药的语气 似乎带着几分嘲笑 我说不过她 只好生着闷气 再次扭头看向窗外 可池药却不想结束这个话题 她接着说道 不过 徐小姐喝醉后 倒是让我见识到了你的另一面 我心里一惊 可嘴上还是逞强着 我不耍酒疯 一个红灯 车停下来了 池药突然侧身靠近我 神秘一笑 我录了视频 你要看吗 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洋装镇定地说着 你别想忽悠我 池药笑了笑 却没再接话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她果真是炸我的 原本以为池药会带我去什么高级餐厅 却没想到 她却带我来了一家店面 很小的麻辣烫 吃这个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池药一边截着安全带一边说道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我心里沉了一下 她竟然记得我的喜好 可你不是不能吃吗 池药却不说话 静止走了进去 饭桌上的池药 变得有些不一样 她替我夹着菜 而明明不吃辣的她 却强迫着自己吃 这似乎是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就当我们吃完的时候 池药突然开口问道 你很喜欢那个男人 嗯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池药有些尴尬 却故作镇定地说着 上次在餐厅碰到的那个男人 你是因为陪着我 才故意说不喜欢她的 我随后反应过来 她说的人是顾沉 我紧抿着唇没有解释 我和她终究不是一路人 我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 而我的沉默 对池药而言 仿佛是默认了一切 池药也突然安静了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几分钟过后 池药开口了 她恢复了平静 从明天开始 许小姐不用再当我的女伴了 你和我之间 唯一的关系便是 你是我公司的职员 这样的结果出乎我意料 可这样的结果 应该也是我想要的 然而直到池药离开 我都低着头 没有开口 我怕我一开口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池药回到车上 拿出了手机 她真的录了视频 视频里的我 哭哭啼啼抱着池药 反复说着一句话 我喜欢你 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池药试图问出 我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可喝醉酒的 我却答非所问 所以刚刚 她才问了我那个问题 问我是不是喜欢顾晨 池药删除了视频 仿佛也是 在和过去告别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每天我照常上着班 可池药再没出现过 在我的部门 大家明里暗里试探过我 得出的结论便是我失宠了 被打入冷宫了 我又从倩姐变成了小许 今天我一上班 就看见大家对我窃窃私语 更有人满是同情的眼神 看着我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刚到座位坐下 周瑶就探过来身子 假意安慰着我 许倩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有钱人都这样 豪门联姻再平常不过了 嗯 我有些疑惑 周瑶清了清嗓子 故意提高了点声音道 许倩 你别硬撑了 昨晚池总和陈氏集团的 千金约会 被公司的同事看见了 这是已经在公司 传得沸沸扬扬了 你也想开点 我平静地开着电脑 随后转过头 目光炯炯地看着周瑶 我很好 不过想不开的人 好像不是我 你的办公桌里 不是偷偷藏着一张 池总的照片吗 对了 照片是其他人发现的 他趁你不在办公室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大肆宣扬 周瑶瞬间僵化在了原地 几秒过后 他捂着脸跑出了办公室 我还没来得及 消化池要谈恋爱的事 残酷的生活 却再次将我打倒 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做免疫治疗是最后的办法 昂贵的费用 让我不得不再次找到了化解 好在化解不计前嫌 很快替我找到了一个男伴 这次的男伴是个 四十多岁的油腻男人 他带着我去了舞会 不老实的右手在我腰上游走着 我忍着恶心 强颜欢笑着 可我却没想到 我竟然在酒会上碰到了池药 他只是漠然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过了头 我还期待什么了 我和他之间 本就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这个男人似乎故意想让我喝醉 别人向他敬酒 他都看着我 示意我把酒喝了 我在卫生间里 吐得昏天暗地 当我浑浑噩噩 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我被等候在外面的 持药衣把给抓住了 他眼里的韵怒 显而易见 你就这么做见自己 这么缺钱用 你喜欢的那个男人呢 你这个样子 他也视而不见 持药暴躁地朝我吼着 我实在没力气和他争辩 只能听着他对我的怒骂 其实我现在醉得根本不清楚 我眼前的这个男人 到底是谁 许倩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模样 你就这么遭见自己 你究竟喜欢上了一个什么男人 我一听这话 瞬间不爽快了 骂我可以 可凭什么骂我喜欢的人 凭什么骂持药 我舌头都快捋不直了 可还是不甘示弱地回呛着 你知道什么你 他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人 他帅气 他多金 我和他在一起 他从来都不会让我喝酒 就算上千万的生意 他都可以为了我不和那个吴总合作 可是我喜欢他 又能怎么样 他不喜欢我 他把我带在身边 只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前女友 呜呜 持药 你这个王八蛋 突然 我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持药镜直接把我扛了起来 带离了现场 第二天清晨 我醒来的时候 又是这个熟悉的房间 我咽了咽口水 我怎么又在持药的家里 我捏手捏脚地下了床 准备悄悄离开 谁知一打开门 就看见持药站在门口 我轻咳了一声 然后黑黑假笑着 持总 我昨晚喝醉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给你添麻烦了 持药却突然伸出手指 在他性感的唇边轻轻摸了摸 似笑非笑道 不麻烦 只是我这嘴角 被你给啃出了痕迹 这去上班 怕是会被人议论许久 我仿佛被雷劈中了班 愣在了原地 几秒过后 昨晚丢失的记忆 如洪水般席卷而来 冲击着我 我抱着持药又哭又闹 一会说喜欢他 一会说讨厌他 最后还抱着他 强吻了他 我抿了抿唇 张了张嘴 然而最后 还是一个字没说出来 许倩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或者说 你喜欢我 为什么却骗我说 你喜欢别人 只要见我不说话 于是开口说道 我低垂着头 好一会我才鼓足了勇气 抬眸看向他道 对 我喜欢你 可我也决定了 以后都不会喜欢你了 我不想一厢情愿 谁说 你是一厢情愿了 我再次震惊住了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持药 哆嗦着嘴唇道 我不想当别人的替身 持药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喜欢文艺爱情片 喜欢吃西餐 喜欢粉色浪漫 我扁了别嘴自嘲道 我知道他优雅高贵 我比不上他 可我现在喜欢的是 爱看科幻动作片 喜欢吃麻辣烫 喜欢绿色的你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持药 连呼吸 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此不同的你 又怎会是他的替身 我喜欢的人是你 许倩 我沉默了许久 然后说道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那为什么我离开后 你都没找过我 持药笑了笑道 许倩 中江大学本科生 家里有一个生病的母亲 和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妹妹 我再次被震惊住了 她居然知道 我真正的身份和信息 你的信息我早打听到了 只是那段时间 我正好出国谈生意 想着回来再收拾你 谁知道你竟主动 应聘到我的公司来了 不过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却对我说你喜欢其他男人 我当然只有放手 让你寻找你的幸福了 我尴尬地低着头 可是心里也美滋滋的 但下一秒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 我吃醋地质问着 你不是和城市集团的 千金联姻了吗 你这是脚踏两只船吗 只要皱了皱眉 谁说我和他联姻呢 我们根本没关系 我没脚抽了抽 只要上前一步牵起我的手 吃醋也不先搞清楚一些 以后凡事都有我在 阿姨的病我会找医生的 要是以后你 再敢去当别人的女伴 看我怎么收拾你 终于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吃药 一直傻笑着 吃了早饭我送你去上班 别人会议论的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负宠了 省得他们什么跑腿的事 都让你去做 你都知道 我脱口而出 我没想到 原来我在公司的一举一动 只要进一清二楚 只要将我拥进怀里 我喜欢的人 我当然得留意 甜蜜意上心肩 公司 快到午饭时间了 我收拾好东西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吴乐乐突然对我说 许倩 你加班把这份资料给做了 我皱皱眉到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这份资料是你负责的 吴乐乐不爽地说着 年轻人不要学着偷懒 让你多做点事 是为了锻炼你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身后传来经理的声音 池总好 池要静止走到了 我的办公桌前 他扫了一眼 吴乐乐道 许倩要加班吗 吴乐乐摸不住 池要的态度 只是低声说着 他的工作没完成 池要转头看向经理 陈经理 麻烦你帮我订两份餐 我陪我女朋友加班 女 女朋友 陈经理舌头都快捋不直了 嗯 许倩 我女朋友 池要轻飘飘一句话 却让吴乐乐的脸 瞬间变得惨白 直到我们离开 吴乐乐还愣在原地 回不过神来 餐厅里 被人欺负了 也不知道还击 虽是责备的话 可池要说出来 却是满满的关心 这不你突然来了 英雄救美 没给我发挥的机会 我笑着说着 那我还应该感谢许小姐 给我这样英雄救美的机会 池要一边说着 一边朝我碗里夹着菜 我嘴角忍不住的笑意 午饭过后 我回到办公室 同事对我都小心翼翼的 周瑶坐在她的座位上 洋装看不见我 而吴乐乐倒是放得下脸面 紧赶着来和我道歉 果然 池总一出手 非同凡响 下午下班时 只要再次出现在我的部门时 大家依旧很吃惊 只要自然而然地 牵起我的手走了出去 电梯前 电梯门一打开 里面的同事 立刻瞪大了眼睛 我和池要的事 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 可当大家看到 我们俩这样亲密的出现 还是震惊不已 池 池总好 池要微微点头示意 同事站在我们身后 悄悄地打探着我和池要 而池要 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打探 电梯来到了车库 池要牵着我的手 不慌不忙地走着 你要对我负责 池要突然开口 我惊讶地看着他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 我是你的男朋友了 我咽咽口水 你要我怎么负责 什么时候 带我去见你家人 然后订婚结婚 你在向我求婚 可是会不会太快了 池要看着我 一本正经地说着 许小姐的魅力太大了 让我有些担心 所以这不算快 明明是你的桃花比较多 我轻声嘀咕着 那许小姐 你更应该牢牢抓住我了 池要认真地说着 我替阿姨联系好了医院 下周一带阿姨去见医生 我感动地看着池要 一时之间静红了眼眶 池要伸手替我擦着眼泪 傻瓜 好好地哭什么 我才没有哭 说着 我又忍不住抱住了池要 我想我今后在池要身边 只会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她的妻子 那就是她的妻子